这个鸭血跟猪血啦 很多人吃麻辣火锅是一定要吃这个鸭血啦 跟猪血 但是呢有化工的鸭血 还会影响到我们神经发育 给大家看一下 有什么样的问题 一个是猪血冲鸭血 你明明叫的是鸭血 结果来的是什么 是猪血 猪血呢含铁量啦 磷根钠还有这个胆固醇 都比鸭血来得少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泡甲犬 为什么要泡甲犬等一下告诉你 男性朋友恐怕会不孕 然后呢这个孕妇 会导致他的孩子畸形 另外就是绿化美加明凡 再加胶状的化学物 也就是把它做成化工的这个鸭血 你如果吃了之后呢 就会影响神经的发育 那怎么样来辨识 包括它的色泽啦 它的气孔还有它的味道 我们马上来告诉你 好 江博士 这个山寨鸭血 这几款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个是煮熟的 对 这上面有辣椒 应该是煮熟吧 煮熟的鸭血 这两个是生的鸭血 生的鸭血 就是猪血 可是如果是我这个不在行的人 来看我只是觉得这个形状不一样 这比较暗红 这个也比较 稍微浅一点 那黑心的就有用猪血 也有用牛血来充当鸭血 可是为什么是猪血的营养价值 比较差吗 不是 鸭血 鸭血的卖相比较好 而且它的营养价值高 而且单价高 量少 那你牛血 猪血量多嘛 量多的话就可以来充当鸭血来买 因为鸭血的铁质比猪血来得高很多啦 像我们补铁的这么多种食物里面 鸭血的铁质含量是第一名的 也是第一名 所以难怪所以鸭血卖比较贵的 所以你虎锅 咸地啊 都里面价位高嘛 你就品责说就用假的嘛 那假的你混进去 不管是猪血或牛血 要来充当鸭血的时候 你大量的制造的时候 你必须加防腐气 那为什么要放甲醛 那加甲醛 恍惚 量少的话 当然就可以恍惚 量多的话 其实甲醛大家知道 虎马铃嘛 跟这个保存湿体有关嘛 你想到这个就害怕 那我们怎么知道 它有没有泡过甲醛 你们要做化学实验才知道嘛 你要做实验室做实验 甲醛要做低定的实验 要做化学实验才知道 那还有化工的压血 就是它把它组合在一起的 包括什么明帆 胶状物 把它加在一起 可以做成假的压血 那是模拟的压血 不是从别的冬的血来冒充 那是真的合成的压血 所以那吃起来应该是味道 因为口感 味道应该都不对 不一样 对 那完全就不同了 看就不一样 吃起来就不一样 但是表面上你看不出来 它做到表面都一样 从颜色来看的话 像这个猪血的话 它是比较咖啡色 对 它比较暗红一点 比较暗红一点 你看这个是压血 还有就是说它的气孔的话 如果是蜂窝状的气孔的话 是比较可能是假的 假的压血 对 那还有味道啦 味道的部分 有时候我们它属于食用胶 拼装成它比较硬 对 你不管煮的还是生的 那我们这个一般压血 猪血它比较碎 所以稍微剪开就 或是口感比较脆 这就是说我们如果夹 那个压血起来的话 你用筷子夹起来 它很快就碎掉 一下就碎掉 这个是真正的 还有弹性 还可以Q 还懂得 那个就不对劲了 可能就有问题 好 那营养师 像这个压血跟猪血的话 它的营养价值到底差多少 主要就是在铁脂 因为我们吃这猪血压血 主要就是希望可以补铁嘛 那特别是女生 有旌旗的问题 所以铁脂流失 会比男生来得多来得快 所以补充铁脂 其实压血是铁脂含量 所以我食物里面 含量第一名的 真的哦 它的铁脂含量 是猪血的19倍 哇 所以是19倍的 这个猪血的营养价值 对不对 好 但是如果说 大家怕吃到劣质的 这个压血的话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替代 其实像鹅肉 鸭肉 其实铁脂含量也非常高 都比牛肉其实都来得高 鹅肉跟鸭肉应该就不会夹了吧 应该就有骨头了 应该就不会充足了吧 好 那我们接着 还有一个辨识方法 要请这个 我们罗医师来示范 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说 它里面有一些小小的气孔 有一些小孔 那假如说我们是 比较人造的 或是化工合成 它气孔比较像蜂巢状 一个洞一个洞 一个洞 而且是很规律性的 那一般来说我们天然 它都是小小的 而且它里面会 你假如是属于化工合成 它是会有些红色的色素 那万一是工业用的色素 更糟糕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把这些 这些鸭血 鸭血啊 猪血 把它放在水里面 它的那个血水的颜色 比较属于深红的 那就是有可能加了一些实用色素 那不自然的颜色 那深的鸭血的话 是不是你去夹它 用力一点的话 它就是比较容易会 比较容易碎 你看我这样一捏就快断裂了 快断裂了 小心翼翼的夹 对 这样就快断裂了 真的已经断一半了 所以这应该就是真的压鞋 它角度可以很容易弯曲的